人边吃火锅边看到这种景的话 我真的还都是两个小时我都愿意 重庆这一位走 这28斤的真的非常非常值得 必须来一次 我的妈 这个真的是让其他家的排骨无路可走 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这顿火锅真的太值了吃的 执行导航开四 应该是往这个箱子里面走 要走上面 哎呀 我好像又走错了 这边是潮了 应该走上面 火锅店在对面 我真的是丢脸丢到家 我还在用手机记录跟你们 说到时候别走错了 我说我自己走错了 住写20块钱的能画到什么程度呀 这种的吗 是 那我画一讲吧 10分钟画好是吧 对 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顺牛了 我居然敢在这里坐着被人画 大画是吧 逼得那么漂亮还怕是吗 说我轮廓顿好了 我好期待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10分钟了 好了好了 走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我感觉画得很好 但是不怎么像我呀感觉 谢谢谢谢谢谢 桌底推荐威拉 我点一个特拉 我的天真的 今天的景色特别特别美 是粉子到晚霞 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让作为成庆人特别特别的骄傲 你们一定要来看一下 啪啪猪蹄 滑肉 这个排骨非常非常优秀 煮进去 不击爪 他们家有我超级爱的炸瓶菇 好的炸瓶菇就是酥脆且不油 荷包大的 煮火锅很好吃哦 西瓜养了多 重庆火锅的常规菜品我就没点了哈 因为我想给大家更多的是咱们重庆火锅的新菜品 新特色 这个腊肚肯定不是本地人的特拉 但这个锅底的味道是本地人和外来游客都应该会比较喜欢的 老重庆风风的火锅 没有过多的辛香料去讨论 就是靠炒的底料火厚 什么时候开的 难道就是我关镜头的那一瞬间吗 好漂亮 姐妹们 晚上还有带着非常多绚丽彩灯的邮轮过 其实有两个非常棒的拍照时间点 晚霞的时候 亮彩灯的时候 这顿火锅真的太值了吃的 咖啡饺超级味好吃 干碟的来一个 绝了把这个鸡爪 它们的干辣椒面 味儿味儿味儿的游手 哇 它们家干碟真的好香哦 哇 它们家干碟真的好香哦 这应该是蜜汁的 真的很香 口感也贼吧 有一碗整的一颗一颗的香酥白芝麻 这干辣椒面如果 像那个淀粉肠 卖爆它自己的猪蹄 你好 欢迎宝宝宝 排骨 它们家这个肠排骨 一根顶人家一份 这个真的是让其他家的排骨 无路可走 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不惨 没有糟了 还有脂肪 原谅我这些眼睛 一直在往这边飘 这个排骨建议大家煮10分钟以下 因为越怕越好吃 抹茶 奥利奥 酸奶 冰 我的天 哇 它这个口感巨丝滑 感觉都不想再吃酸奶了 这份量太多了 里面还有绵深的红豆碎 其实这个可以走的时候买一杯 这个也好吃 草莓更酸甜 两个汤圆煮进去 火锅煮的真的不爱吃蛋的你都会爱上它 滑肉 好好吃 滑肉 感觉后面像皮的土一样 他们家滑肉会两分其点的 很好吃 淀粉跟肉的干湿别 刚刚好才能做出这个口感 喜欢诺基基口感的朋友们 一定要点超级好吃 点口辣肉汤圆 很香 现在吃一个炒菜的那种 锅气风味 出来还有人排队 但我觉得这家排队 吃